各位观众大家好,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有些想问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或者是传电邮过来 嘉宾门是Jason,来自研究部的经理陈文聪 早上,Janette 你好,先回答一下电邮,家庭观众没有留名,想问前两天跌得非常急剧,比亚迪,1211 今天来说,股价继续有反弹,升超过2%,升6.5%至29.25% 都挺薄的,他说27元左右有货,现在暂时的目标价在哪里 想着做一个中短线的部署,看来势头应该很快就回到30元水平 你说上个星期四那一阵急跌,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之前大家最害怕的问题就是会不会他们管理层方面可能被人拘留 会不会牵涉一些贪腐的问题,又或者会不会是股神,巴菲特方面是减持等等 但是如果你说看公司方面一些公告的澄清,基本上以上刚刚讲的一些 所谓传闻或者丑闻都不是事实来的,所以唯一可以解释的 可能会不会是内地方面,本身一些之前都拿着给亚迪比较多货的投资者 都可能一些另类的原因可能被人斩仓,所以都令到当日的沽压突然之间是大增的 但是如果你说纯粹因为这个因素令到股价急跌下来 那基本上你说这一阵的反弹有机会是可以持续多一阵的 那因为你看回它的股价,如果你说是星期四去开市的时候都上过去$36 那之后一跌,跌到来$18 那就是基本上那一天来说,以一个高低位来算 都跌了接近是五成左右了,那你说上个星期五反弹是有的 那但是那个弹力呢,不是说真的相当之大 那基本上你说去到今天来说,都还是未能够上回$30 那如果你说短期来说,博一个反弹多一点点 去大概$32,或者可能$33左右,有这个机会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说一个中线的部署呢 这只股份呢,我仍然都是有点点解心 一来就说本身现在那个国势油价急跌 那都可能令到那些人用电动车方面的意欲是会少了的 那因为之前那些人转用电动车呢 都是因为他去省油了,那如果你说油价便宜了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那个用油的成本都是低了 那我相信接近电动车的销量都可能会有些改变了 那另外就说去管理层方面,始终这间公司之前呢 不断都是给了一个相当大的承诺给市场的 那但是到最后很多时候出业绩啊 或者有些其他因素呢 都是会令到股价突然之间就急跌了 那所以你说以那个公司的背景啊 或者是历史方面的走势呢 这只股份呢,就不要说真的用一个很大的注码来长渣了 嗯,明白,不是很详细了 谢谢Jason先啦,那不如听一下电话好吗 李小舍在这里 好 谢谢Jason,我想问呢 1313华润水泥呢,买不买得过? 其实我有三只股票吧 嗯,好啊,那就先看一只华润水泥,1313 嗯,好啊,好啊 今天来说呢,大幅秋升百分之四上来 获去到五元零七 那其实这么多水泥股呢 这只看得最好的了 始终在广东那边就,就是它的业务集中最多嘛 嗯,怎样看回它的那个喉舌表现呢 是啊,说的,华润水泥来说呢 照计第四季方面都是一个旺季了 那说你说近日或者到明年呢 广东省这一边呢 都仍然有相当多的基建项目,会是动工了 那所以你说这类的水泥股 就是之前都没什么跟过市上升呢 这一阵是有的条件可以追回一些落后的 那特别去在上星期落到去 大概四个八毫岭这些位置呢 都是能够是守得住了 那今天啊,暂时来说呢 都是一支相当大的仰竹呢 就升回川条十天线的 那理论上,如果你说今天去能够是用一个 就是这么好的形态来收市呢 我就相信它短期里面呢 都仍是有个条件呢 可以再升回多些 那你说上面上回去大概五个二呢 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要买的 看下来有没有机会呢 那股价可能落回去五元边这些位置呢 就是可能落回几格的时候呢 就去买回 那短线的就可以先往五个二 到五个两毫半 那如果你说去到下年 应当整个市场都是旺的 那这类的股份呢 都仍是有条件 可以追分一个更加大的落后 嗯 好 另一只股份是哪一只 960 哦 怎样情况呢 这只股份 你小姐有没有货吗 960 没有货 因为我看到它好像很落后 它大市升了那么多 它好像都不升 因为它一个月低位都是九个二毫多 但是我觉得它现在 我不知道买不买好 不知道它上网多少 好 那现在股价方面 浓区地产偏六九六零 暂时靠稳到九个四六七 好像一直被一条十天线押住 好像还没有发力 而且成交都比较疏落 它11月份的合佑销售 就按年增长了一成 去到五十亿人民币 那在销售目标方面 是不是没有那么进取呢 是的 如果你说这间的内房股 就比同业来计 它今年头十一个月的销售表现 都相对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为什么你刚刚说到 很多内房股之前都升得不错 但是这一只股份 就偏偏是比较落后 都可能是纯粹跟它的销售业绩有关 但是如果你说整个行业来计 那我都相信去到下年 特别就是上半年 那应该都还有个 就是复苏的势头可以期待 所以你说这只股份 现时它那个股值 就的确是比较便宜的 那以一个短期追落后 或者薄去 未来这几个月 可以随着那个房地产行业复苏 令到股价弹一些 我觉得都有个机会在这 所以这一阵 你见到股价现在在九个岭这些位置 特别是九个半以下 都可以买回它 初步上面 就先看回十一月底 当时的高位大约十个半 就作为一个短线的目标价 好的 就问第三只了 我想问多些是 现在一百一一那些 是不是不炒的了 因为它那天一百一多 我没有买到 它现在又回到两个一 那是不是最多两个二多 如果是这样 我这个位置就不买了 好贴士啊 李小姐 中欧恨美雅 就有很多家庭观众 第一个来 其实我们普遍的分析 都叫大家 如果中长线 就不需要太担心 始终这么大的股份 今天来说 终于就有些突破了 升近百分之八 那么多了 上回两个一的水平 不过之前来说 累积的跌幅实在太多了 如何部署呢 是的 这间公司就是 母公司上了市之后 股价都一样 基本上可能资金 都由这一只股份 就转到中港核那里 但是如果你说 纯粹讲这一间公司 都是有一些新能源 结症能源的概念 最重要的是 之前它上市 都主打一个概念 就是说 未来这两三年 母公司都有机会 可以将其他非核的 新能源的项目 会注入这间公司那里 所以你说有这个注资的憧憬 基本上它的股价 就不应该跌得太多 之前那半个月 可能那些资金 都因为不是炒 那个新能源版化的关系 都令到股价累积跌了很多 如果你说这一阵可以弹的 我觉得是有条件 可以弹回上去 大概两个月至到两个两毫半 好啊 那都是先了 李小姐你的电话查询 下一位家庭观众 在电话旁边是任先生 早晨之前 早晨 早晨你好任先生 是的 我想问 223 我11.7毫升 我想问 它破了那个 12.4毫多 走势哪个位置 就是会看到哪里 会不会说 那图走势 像派货般 那如果短线 中短线 价不价得过 嗯 好啊 和一些平保 好 先说 223 安石A50 MID A股ETF 股价今天来说 就继续向好 升超过3% 12.76 都差不多接近 现在暂时早上的高位 12.78 会不会说下一个目标 就可以初步看回 可能11年4月20日左右 它就应该 以后要上到13元水平的 内地A股 而且在这两三个月里 就慢慢升 都是因为那个孖展的 就是需求 或者那些人是 就是用一个融资的方式 来炒A股 所以就令到那个的上升 动力就更加是大的 如果你说 来到内地那边 真是继续是减息的 或者继续是将那个 就是货币政策 是偏向一个 宽松的态度 理论上 对那个A股来说 都还是可以提高一点点 特别去到下年 那我都相信 还有很多的基建 铁路的项目都会是批出来 那再加上一些 可能我刚刚说过的 一些核电的项目 那这一方面 对于这个经济增长 都会有帮助 那最重要都是 那个中央水贷 如果你说 他真的能够 推更加多的 宽松政策 照计 对于这一类的股份 对整个A股 都是会有帮助 如果你说 看那个股价走势 就是之前 像你说的 升穿了12.4之后 这一阵再上 我觉得是 有机会 可以看上去 大概13.5 亦都是 如果你说 说上证指数 我看去到 下年可能第一季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挑战 大概3400点 这些位置 所以你说 是量度分量度升幅 这些股份 大概还有 大概10%左右的上网空间 好 最后 我们先看看 平保 23.18是什么情况的? 任先生 23.18 那些人物费 今天来说 都升4.5% 是 保险股 在对上两个星期 就做整股 但是整股完之后 我相信这一阵 力度是这么大上 都还是有条件可以破一破 顶的 刚刚你提过 77.3.5% 就是一个短期的阻力 但是你说这些位置 穿 我觉得机会大的 在下一个目标 就不妨可以 看上去大概 79元 至到79.5% 这样一个短线的目标价 嗯 好 麻烦你先来 任先生你的电话查询 我们节目时候差不多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现 不要走开了